亲爱的各位同学 尊敬各位家长 大家好 我是学校色的古英宗老师 欢迎来到郭二哥当 看一下这堂课咱要讲点什么东西好不好 看一把 小人处杂体还是杂体对吧 杂体就是杂乱无章物体是吗 还是有一点脏的 重点考察内容 逻辑类问题 就是你经常说的逻辑推理 能听懂吗 逻辑问题 还有什么呀 抽屉原理等等 咱要讲这点玩意好不好 好 看一下这堂课的学习重点 重点有什么呢 抽屉原理两种常见提醒 这个过了今天咱就得知道了 好吧 再一个什么呀 逻辑问题藏用的思维总结一下 好不好 说到这儿忽然详细一件事来 再来公司的路上碰到小双了 小双看见我了 这个时候我们俩正往公司一会走着呢 前面来了25个人 你能想一下25个人并排走在大街上 是多么壮观的一种情况吗 对不对 25个人浩浩大当 这不叫浩浩商商是吧 浩浩商商就来了 25个人 这个时候 李壮一排手说 郭老师 前面的25个人里面一定最少有仨人首相一样 你相信吗 我说我太不信了 凭什么呀 他说不信你去问吗 我就挨个把那些人问了一遍 结果你猜怎么着 还真有三个人首相一样 能听懂吗 我说这为什么呀 奇异怪了 他说 郭老师 说了仨字 你傻呀 我说不傻呀 他说你看 25个人 对吗 一共才有几个首相在世界上 12个 12种首相对吗 对是不是 对 25除以12是不是等于2于1 能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吧 如果没有三个人首相一样 那顶多是不是有两人首相一样 就是没有三个人首相一样 你最多是不是有两人首相一样 两人首相一样 一共是不是才有12种首相 那你是不顶多有24个人 对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25个人了 对 那一定有三个人首相一样 对吗 对 一定有三个人的首相一样 对不对 这就相当于把25个人 拽到25个首相里面 比如说这个叫猴 这个叫猪 这个叫猪 这个叫 这个叫有有有有 有书驴的吧 没有对吧 没有算了 这叫猴 猪 鸡 25 你把25个人拽到这个篮子里来 是不是一定有一个篮子里 达到三个人或者更多 那这个篮子里的三个人 不就首相一样吗 如果每个篮子都达不到三个的话 都两 那是不是才有24个人啊 听明白了吗 这是抽屉原理的第一种提醒 求每个篮子里的苹果 最少有一个篮子的苹果 能达到多少 听明白了吗 再来吧 你比如说 大街上赢着走过来几个人 你可以保证 一定有两人的首相一样 你比如说来12个人 你敢保证里面 一定有人首相一样吗 保证不了吧 因为12种属相 来到这12个人 万一 就占了12种属相 你能听懂吗 那么直属丑牛 银虎卯醋 陈龙四蛇 五马未央 他全都有对不对 那你不就惨了吗 懂我说的啥意思吧 懂了 所以在最不利的情况下 来13个人 一定有两个属相一样 那我就可以保证 是不是有属相一样的了 这就是抽屉原理的第二种提醒 就是最不利原则 听懂了吗 好了 一会儿咱要学下这个玩 逻辑问题 到了我再给大家慢慢讲 好不好 来看一看 08年台湾小学 数学竞赛复赛 在100张卡片上 不重复的写 1到100 是不是有一张卡片写1 有一张卡片写2 一直写到100 是不是100张卡片就完了 他说啊 请问至少要随机选出几张卡片来 才能保证 就你要保证啊 你要保证 不是凑巧 是要保证 听懂了吗 I promise 听懂了吗 你要保证 抽出了卡片上的数 相乘之后 能被4等出 就你选出 最少选出几张来 你这几张卡片 乘起来的结果是4的倍数 对吧 听懂了说 我选一张就够 我选100 你选100 你选一张能保证吗 你敢保证一定能选到100吗 不敢保证 不敢保证吧 就是说你抽几张 能保证这个事能行 对吧 这就是最不利原则 你就这么想 我在最倒霉的情况下 我在最不利的情况下 我选这么多张都行 那在我顺利的情况下 我选这么多张 是不是就更行了 懂我说的啥意思吧 你看啊 这最倒霉的情况是什么 你是不是想让选出来的卡片 乘起来是4的倍数啊 那选了什么玩意儿了 就没用啊 你想想 选5 5 5这种数叫什么数啊 技术 你选了技术了 就一点用都没有 对吧 能听懂吗 听 那叫什么 那叫 这个用没有 对不对 能听懂吗 那选什么数呢 选了技术了没用 所以你一下子选 选了50个 你发现都是什么呀 技术 因为1到100里面 是不是有50个技术啊 这叫手臭 能听懂吗 最不利原则 叫手臭原则 你总是抓着那个什么呀 特别没用的东西 懂我说的啥意思吧 你抓了50个 一看 哎呀 怎么都是技术啊 一点用都没有 对数成全是4的倍数 有希望吗 没有 再接下来 你再抓 是不是就抓5数了 你要抓到4了 算不算倒霉 不算 不算 那叫走运还 对吧 就怕你抓着什么呀 5数里面 你抓着哪个了 还不行 像2啊 6啊 8呀 对吧 不不不 8还不算倒霉 对吧 像2啊 6呀 10吧 10这样的数算倒霉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抓着这么一个数 你说哎呀 咋这么倒霉呢 它还是不行 对不对 但你再抓一张 是不是就一定行了 这个比如说抓的是2 你这里面还是 没用的数 比如说2 4算走运 对吧 你抓着6了就算 这两一碰撑起来 是不是就是4的倍数了 所以在最倒霉的时候 你抓52张 是不是也可以搞定啊 定力慢了吗 这叫最不利原则 又叫手出原则 对吧 看一下一把 最不利原则 第一把抓了50个 都是基础 倒死没了 对吧 对 第二把抓了一个 除一次是2的 走不死运了 对吧 第三把再抓一个 甭管怎么着 一定成了 抓着4的倍数 他自己就可以搞定 抓着除一次于2的 除一次于2的 除一次于2的 都是偶数 乘起来 是不是也行啊 听明白了吗 你看这个题 就结束了 这最不利原则 就是手臭 总是抓到 什么样的东西 没有用的东西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 以得用都没有 对不对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 关于第一题 抽屉原理的问题 我就先给大家 简单介绍到这 好不好 好 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 该欣赏第二题了 对不对 欣赏一下第二题 新年晚会上 老师让每位同学 从一个装有 许多玻璃球的 口袋里面 摸两个球出来 对吧 都懂这句话了吗 我读这句话的时候 我听见小孩在下面说 憋死你 是吧 这句话挺长的 确实憋得我有点难受 就是在新年晚会上 有一个袋子里面 是不是装有很多玻璃球 老师让小孩进去摸 摸出两来 你别多摸 他说 这些球 给人的手感相同 就是你摸不出来 感觉是一样的 对吧 有红黄 白蓝 绿五种颜色 对吧 你摸的时候 看不到颜色 听懂了吗 结果发现 总有两根 取得的颜色完全一致 就是总有那么两人 取得的颜色是一样的 对吧 他说 参加摸球的人 最少有几个人 就是最少有几个人 参与摸球 你才能保证 有两根摸到球的颜色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懂我说的啥意思吧 懂了 这个我得想 这个球的颜色 到底有几种情况 如果球的颜色 有八种情况 我九根就能保证 有鸟儿的颜色 鸟儿的颜色一样 你想是不是 如果球的颜色 有八种情况 你做梦的梦这个事 我九根来 你就八种情况 是不是一定有鸟儿的情况一样 能听懂吗 比如说 老师你说什么糊话 什么球的颜色 有八种情况 这不明白说 球有五种颜色吗 你别忘了 它是摸几个球 两个 两球 你得看这个 两种颜色组合 有几种情况 对不对 懂我说的啥意思吧 好了 那现在咱就看 两种颜色 有其中组合方式 好不好 两种颜色 有没有可能相同 有可能 有可能 它摸着两相同的球 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吧 相同的话 红红黄黄 白白蓝蓝绿 是不是五种情况 有没有可能不同 有可能 不同 不同的话 是不是从五种颜色 随便取两种 那是不是叫C52 对吧 刚才说了 5C52 加起来是不是就完了 这个等于几年会 你自己算一下 它是不是等于15种 对 对吧 对 你两种颜色 要么相同 要么不相同 你还有别的情况 没了吧 所以这个颜色的组合 是不是有15种情况 一共就15种情况 你派几个人来 就一定有两人 摸到的一样 15个 你要派15个人来 行还是不行 还真不一定行 你看 我是不是有15种情况 你派15个人来 每个人一种情况 你不就没人除吗 对吧 16个人 16个人就可以保证了 对不对 听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 我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写 16个人了 懂我说的啥意思吧 懂了 那这个题 是不是就解决了 明白了吗 明白 你看这个题 颜色总情况数 5加C52 所以这个时候至少有16个人 是不是就可以搞定了 听明白了吗 明白 还是很简单 跟什么一样 就跟大街上最少来几个人 就可以保证 你有两个人的首相一样 这个题一目一样 听明白了吗 一想一共有几种属相 12个 12种属相 来几个人就可以保证 有了儿子的首相一样 13个人 这个只是跟那个题 有什么区别呢 它没告诉你有几种属相 对吧 它没告诉你有几种颜色 有几种组合颜色 对不对 你自己把它算出来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 有15个属相 有16个人 是不是就有两个 属相一样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关于这道题 我就先简单介绍到这 好不好 好